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现在我老爸呢 在这里拖这个地 那些水 那些水是从那个冰箱里面出来的 我不知道是谁关掉冰箱的 关掉了之后 它那个冰就融化流那个水出来的 所以说你现在拖一下 我刚刚淋雨回来 因为已经是吃饭晚了嘛 下雨 我们这里人工降雨 所以说我开着那个小店驴淋雨回来 刚刚忙完拍完段子 做完后期回来陪这个小子 然后翠花呢 带那个小的上去喂奶了 我一切都来不及 我回来的时候已经都差不多七点了 现在都没时间拍视频 所以说这一期大家就当时敷衍一下大家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 好吧 我今天就吃了一根油条 中午呢 中午就吃了一个月饼 都没吃饭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厨房里面是谁在做菜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不会有其他的人啦 肯定是我们的老梁 老梁呢 我还没吃呢 太忙了真的 现在呢 老梁在煮这个这个是什么 猪肚排骨 切料品 切了 猪肚切了吗 嗯 嗯 猪肚跟这个排骨汤 嗯 还有就是 在炒一些青菜啊 炒完一些青菜的话 嗯 微波炉里面还有一点烧鸭 晚上吃饭呢 就我 还有老梁 还有我爸 还有赤华四个人 其实呢 都有点多菜的啦 这么多菜要不要 看农村有没有菜 不知道你问一下 还能回来呢 还能回来呢 下雨 喂猪啊 哦 好像是 哎 在农村里面下雨就是特别的麻烦 心情也会跟着不好 真的 干嘛 干嘛 你不要在那淋雨啊 乌其麻黑的开灯先 哎呦 感觉这一天天的都好像很忙一样啊 呃 其实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嗯 早上起床送他去幼儿园 然后出去吃个早餐 回来就想段子啊 还有就是呃 做一下其他的这个工作 呃 到了晚上 又感觉不知不觉又七点 七点钟了 真的 哎 你今天去学校有没有哭 不要吃手指 嗯 不要吃手指 嗯 我让你不吃手指 你你凶什么凶啊 他现在越来越凶了啊 加油 加油 让他不吃手指 他开始凶了 这个太阳能也光了 太阳能也光了 六爷呢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叫六哥 他叫六爷 六爷呢 是在我们这里是这样叫的 叫就是六伯 啊 我们是叫就是大伯的意思啊 叫六伯 啊 书面上是叫六伯 但是我们这里叫呢 是叫六爷 但是他不是那个爷爷的那个爷啊 知道吧 丑不丑啊 吃手指啊 吃手指还不让人说的 真的是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你再哭 再哭 等一下爸爸不跟你好了吗 啊 等我打个电话给六哥先 看他回不回来吃饭 因为他那两个孩子还没吃 他现在还在喂猪 都七点了 那些孩子估计也是饿得不得了 看他听不听电话 喂 啊 你在哪里 在家里 煮饭了没有 吃饭了 开始吃饭了吗 啊 有什么菜 有鸡肉冬瓜 吃完了没有 没有 刚开始 刚开始拿过来 我们这边也有汤 过来喝汤一起吃吗 啊 拿过来一起吃吗 那行吗 啊 我这边包有那个猪肚跟那个排骨汤 那只拿个鸡肉去还是拿冬瓜一些 你你你喜欢吧 让你那两个孩子一人拿一碟过来 你不用拿饭的 冬瓜煮的太黑了 冬瓜煮的太黑 那就不要冬瓜了 只要鸡肉就行了 嗯 好 嗯 好 过来吧 因为六哥呢 也帮了我们不少 有的时候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也是他帮忙我照顾我老爸 啊 然后呢也是他帮忙带一下孩子这样子 赤花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外出工作了他也帮忙带一下 相里相亲的 对吧 在我跟六哥的关系呢都是非常好的 什么东西都是有好东西的话都是 呃 我叫上他晚上吃宵夜也是 叫上他 有好的东西也是跟大家分享 然后他孩子生日啊 或者说啊 他家里面有什么好东西的话也会 跟我分享 起源 嗯 嗯 今天翠华翠华给他买了买了几个买了几个这个乌龟 看到没有 这个乌龟 那你看一下这个乌龟嘛 啊 他很怕这个乌龟不怕玩呢 爸爸 怕不怕 怕 他那老妈抓给你的你你不玩吗 啊 啊 回不玩就放在这里养着等他养大了爸爸帮你吃掉茶啊 好不好 嘿嘿嘿 嗯 我老弟呢前两天 我老弟前两天回来了 因为 家里面太多啊那些亲戚犯那个喜事 我跑不开啊 我要去录音又这个那个的跑不开 所以说就让他回来 帮带一下老帕这样子 翠华现在在煮汤 哎 小的看这么火 今天实在是太辛苦了 还有我们的老娘 老娘在煮 煮青菜 炒青菜不是煮的吧 今天弄了个红料你看 看一下 他在鸡 本来是想找个老红鸡的 以后来来过鸡沙鸡的 太忙了今天真的 我一点点我都不知道我在忙什么 我叫六哥六哥还有鸡肉就要来过来一起喝 早说 早说 对啊他早说他不 他早说他有汤了 有鸡的话就不用放排骨的对不对 那六哥端饭还有鸡肉过来了 这个鸡肉 可以哦 可以哦 你以为他们准备炒了 我先吃饭了 好了 现在老娘炒完青菜可以吃饭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汤吧 看一下这个 哇 吃花姐的这个汤感觉还行 来这边 这样子 挺清晰的 看起来看起来那种喝的样子 看起来那种喝的样子 看起来来包的 开饭了开饭了 有点咸 你放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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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哎 又被老娘给搞砸了 所以还要试吗 我放了我肯定知道了 太厚才放了 你怎么能包的就放了 好了 现在这个菜呢已经炒的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要开饭了 我老爸老师 开饭了没 还抽烟 真的是叫不动他 吃饭了要叫 他昨天晚上又没洗澡 一个晚上不监督他 他就又不洗澡 难死的真的 好了 我们就 先开饭了 行吧 他们说没见过 我们吃饭 让他看一会 行吧 开饭开饭 排骨 各种菇 还有猪肚 老娘说他他放很多盐 我先拿个碗试一下 还有一点烧鸭 烧鸭就忘了 而且人最爱烧鸭 这个图还贴销了 真的 拿出来的 这放在微波炉里面 拿点 鸭油 烤鸭 小鸭他最喜欢 烤鸭 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吃饭的 为什么很少拍就吃饭了 我觉得吃馅是最难看的 所以说 他说他吃馅特别难 对啊我吃饭就是这样子 看嘛 要不是吃吃货直播哦 哈哈哈 那这么大大比你也有 这么大大 都是这样吃的 所以说不想拍 嗯 拍的后来就要吃稳一点这样子 是 你想着吗 嘿嘿嘿 我要吃个排骨 看吗 要这样吃饭 对吧 这样子感觉排骨很嫩 那个猪肚肉很脆 可以了 老娘你就这样子拍着 老娘坐这里 还是这样拍着 好了 肉汤是我的肉汤 就先吃饭了 就不妨碍老娘吃饭了 你自己家都买多嫩 等一下吃不了那么多 夹着太多菜了 夹着赶紧了 过来吧 吃饭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